在之前呢 Proton 就正式公布了他们的全新电动车品牌 E-MAX 然后呢这个吉利的银河一无也就是 Galaxy E5 也确定会成为 Proton 首款电动车 那么会成为 Proton 首款电动车的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讲一讲这一个 Galaxy E5 啦 那么在影片正式开启之前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那么根据中国方面的这个说法呢 这台车是均于全新的 GEA 平台打造 而在 Proton 的发布会上面呢 他们就有提到呢他们也是有一个新平台开发电动车 那个平台叫做 GMA 那么两者是不是同一个平台我们就暂时不得而知啦 不过呢这台车在车身尺码的部分呢 我觉得还是蛮值得谈一谈的 首先呢它的车长超过 4600mm 然后它的轴距达到了 2750mm 如果以这样的车身尺码看起来呢 这辆车是一台 C-Segment 的 SUV 也就是讲呢 Proton 第一款电动车就采用了这个 C-Segment 的尺码 所以呢它在空间表现的部分呢 跟这个整体的外观的这个威武程度呢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不过我这边要特别称赞一下这个 Galaxy E5 的外观设计啦 它采用的是一个比较简约 然后比较圆润的设计风格 这个设计风格虽然讲看起来没有到很出色 很让你哇的感觉 可是哦你看你会又看越耐看 而且呢它的前面呢采用了独立的 LED 头灯组 后面采用了连贯式的 LED 尾灯组 整体也符合现在这个潮流趋势啦 全世界最畅销的行车记录仪 70mm 的 A500 继承者来了 全新的 A510 在刚刚过去的 Malaysia Auto Show 上正式发布 这次带来了强大的性能更新 首先它采用了更大的 StarVis 2 传感器 录制的影片更清晰更清楚 而且呢还支援 HDR 就是暗部细节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和前代的 A500 一样 A510 支援双通道的摄像 而且呢它的分辨率最大可以达到1944匹 A510 还内建了 GPS 定位 另外你也可以配合这个 4G 监控键 来实施侦测你的车子环境 除了以上的功能更新之外 这个 A510 还有这个 ATTAS 先进驾驶者辅助系统 包括了前方撞击一警啊 车道偏离警示等等功能 都在这边里面 可以保证你的行车安全 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跟这个 70mm 随时连接 可以在你的手机里面更看 70mm A510 录制的影像 而且在这个手机应用程序中呢 它还有一个 VR 显示虚拟实镜 可以让你更直观的感受到这个路面的情况 你还等什么呢?想要购买这个 A510 吗? 目前它已经在各大的电商平台上架 记得去抢购哦 这次功能真的很强大 那么在这个 Galaxy E5 的内装设计 我觉得还是不需要讲一讲 首先呢它同样的也是采用 时下流行的两个大萤幕的设计 中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实体按键 然后在方向盘前面呢 则是一个数位化仪表啦 然后这个萤幕呢 是我特别要讲的地方 大家知道吗? 其实这个吉利呢 在之前呢收购了中国一家很出名的 这个智能手机制造商 魅族 然后呢魅族最出名的就是它的这个 OS 啊 它的系统 所以呢 吉利就把这个魅族引以为傲的 Flyme OS 呢 放到了这个 Galaxy E5 的这个触屏主机里面 也就是讲整个触屏主机就是Flyme OS 而已 在中国的话它使用起来是非常的方便的 因为它有很多的功能 中国专属的功能啊 好像那种抖音软件啊 或者一些看视频的软件 Color OK 等等等等等等 都会集合在那里面 然后另外因为这个Flyme OS 呢 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个界面 所以你使用起来呢 那个学习成本并不高 不过咧 因为马来西亚有这个 Echotec 的关系 所以我相信如果是来到马来西亚的版本呢 应该也会采用这个 Atlas OS 啦 那么在车身尺码的部分呢 因为目前这款车实际上是还没有推出市场的 所以我们就暂时不得知 但是从官方提供的这个数据来看 这辆车的空间表现应该会不差 另外呢 它的车顶有一个全景天窗 那么这台车呢 基本上也是支援了这个 Level 2 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另外呢 它也会根据一些细节的部分呢 它会增加一些新功能 比如讲这种自动闪避功能等等 应该都会在这台车上面看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辆车的车机处理器啊 还有一些这种安全配备的处理器爽感器等等 都是极力自己研发的 他们表示呢 这个处理器的效能呢 还比这个 Stem Dragon 专属的性能还强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这辆车的一些终点细节了啦 就是它的这个车身的结构等等 那么这辆车呢 采用了这个 CBT 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 也就是讲呢 它跟这个 BYD 的车子一样 它的电池呢是包裹在那个车身的骨架里面 这样子呢不仅可以提升车子的刚性表现 然后也可以保护电池 如果受到外力撞击的话 它不会有损坏等等等等 而在电池的部分呢 它采用了极力自己研发的 神盾短刀磷酸铁铁铁电池 也就是跟 BYD 的刀片电池非常类似啦 但是吉利表示呢 这个短刀电池呢 其实它会比起刀片电池更强 强在哪里 就是它的能源密度更高 在同样的体积下呢 短刀电池的电池容量会比起刀片电池更高 这个是吉利讲的啊不是我讲的啊 然后在这个电机的部分叻 这辆车呢就是支援单电机的设定 目前为止只有单电机啦 不过它是后轮驱动 它的最大满力表现是215HP 0-100加速6.9秒 这个规格看起来是一个水准值上的表现啦 那么在电池容量的部分呢 这一个Galaxy E5呢有两种电池容量 分别是49.52kWh 还有这个60.22kWh的电池组啦 那么它的最大续航分别是440km跟530km 不过要提醒各位的是 这个是从CLTC的测试值 并不是WLTP 那么在WLTP测试值是多少呢 官方暂时并没有公布啦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因为这辆车的电机高度基层 所以它的整体重量还不到80kg 也就是讲它的engine它的moto还不到80kg而已 那么在这个Galaxy E5发布的时候呢 极力官方就有表示呢 这款是一个国际车型 也就是讲左驾跟右驾会同步开发 所以在当时呢就有人猜测 这款车会不会是Proton的第一款电动车 而Proton在这个EMAS品牌发布会上面呢 就有表示其实E5呢 就是它们未来的第一款电动车 所以呢这个是很难得 吉利跟Proton同步发布一款新车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还蛮值得期待一下的啦 而根据我们之前获得的消息呢 这款电动车呢最快会在今年年末的KLIMS Claims上面做一个预览啦 然后正式发布时间是在2025年 那么大家对于这款车有什么看法呢? 因为这款车它的预售价呢 在中国大概是13万人民币到17万人民币左右 我们预测呢这款车在马来西亚的价格 应该会低于10万马币 低于10万马币买到一款C-Segment的电动SUV 好像还是蛮值得的对不对? 如果你们有同样的看法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跟我一起讨论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啦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